西游记我看了可不少了 从当年那会儿 那是八几版的 八六版的 到后来张伟健的 小费的 日本的那版你看过吗 七八年成的 我就听说有这么一版 七六版 对 我们有张照片 是当初的诗出四人 相信各位都喜欢 这是八六版的 吴远喜欢哪个人物 我很喜欢六二零童老师 是吧 六小零童老师 是今夜游戏开播的 第一个嘉宾 嗯 你也喜欢谁啊 我喜欢宋宫 哦 喜欢宋宫 那为什么这次没让你演 你要演说是在的兄弟 你肯定不是我这兄弟 我是谁是有毛病 我说的是真的 张伯伯 你奈哪个 唐僧 不用化妆 天天骑的马上多舒服 这倒是 嗯 好 金江人兄 狐子 喜欢猴子 孙悟空 对的 哦 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比较喜欢孙悟空 觉得这个爷们特别厉害 关键是 什么叫你们小时候 所有的优点于一身吧 对吧 什么叫你们小时候 就因为你多大似的 真是 52 我曾经听他们聊 说这里边最好玩的一个人是阎怀里老师 扮演杀和尚的老师 两大特点 第一是色盲 分不清色 第二 穿衣服有特别 按季节穿 比如说今天 嗯 比如说38度 但是一瞧这月份牌写着 今日立东 就把棉袄穿上 今天外边冷得跟什么似的 你们秋衣秋裤 写着今天立下 也必须背心裤杂 有这么可爱的一个老师 啊 86版的西游戏 说来小和 这次我们天津卫视也买了这个戏了 之前这三位都来过 唯多锦江大哥没了 今天得好好地聊一聊 我可爱跟你聊天了 你怎么把胡子剃了 我演另外的戏 我以为 我以为剃完之后 粘在大衣上 我想演唐深 想演唐深啊 所以剃好行不行 剃完之后 他没让你演 这不白剃了 上回跟藏卫卫 聊得很开心 这天津人的口头语 管谁都叫卫卫 其实是指着孩子叫 对 郭卫卫 藏卫卫 吴卫卫 王卫卫 再叫王卫卫 跟你王白白 这我们可熬出来了 上回来玩得很开心 您还记得上回您都说什么了吗 说的 说的人话 来我们来参观一下 藏金生老师的视频 打我呀 这够困难啊 这够困难啊 我现在就是那情仰友了 朝这这样啊 他那个数有点大 哈哈哈哈 这段叫藏金生力拔国的纲啊 这个我在这个舞台上好多人都这么拔过我 他能拔起来的也就是您 那么这会儿突然间话题就串到了徐锦锦老师演过什么戏吗 哈哈哈哈哈哈 有这么几个女演员跟您都合作过 舒淇 李立珍 翁红 丽智 叶宇清 买加奇等等 我还很好奇 就是这个戏杀青之后跟这些女演员还有联系吗 有啊有啊 真的 有 真的